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猪扒菜式 就是什么呢? 京都猪扒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 还是很多年前 在茶餐厅经常会吃到 要是焦炎猪扒 要是京都猪扒 中式牛柳 咕噜肉 生炒骨 其实生炒骨 咕噜肉 中式牛柳 甚至是京都排骨 其实它用的汁都是相同的 然后京都排骨现在是少人做 然后多人做了京都猪扒 因为京都猪扒多肉 京都排骨少肉 而且相对来说容易做一些 材料也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咕噜肉 或者是咕噜哈球 诸如此类 或者是中式牛柳 都知道大概我是用的是什么材料 所以我们去开这个甜酸汁 你可以说我这个京都猪扒 就不正宗 whatever 你喜欢就怎样 你喜欢so call it 你不就拍片 自己去做一些 你认为正宗又好吃的美食 大家说是吗? OK 我先介绍一下材料 材料很简单 洋葱一只 如果不喜欢吃洋葱 就半只都可以 不过我家里就喜欢吃洋葱 所以通常我一个命令 就是做一次来计算 我就用一个洋葱 如果嫌大的话 可以选小一点 今天我也是选择了 不是太大一只 5元一只 接着之后 开汁 其实汁很简单 就是 山楂饼 山楂饼在哪里买呢? 药材店 现在一定有的 以前去士多 小食店都会有 大概一个命令 如果我们做 一斤斤 一家人吃 四五块猪扒 来计算 五包的山楂饼就可以了 当然 有些人 这个甜酸汁千奇百怪 有很多种组合 我现在只不过是 做回我认识的 认为对的 不是对的 应该没有对错的 就是认为 我可以做得到 甜酸味我能接受得到 我绝对不接受的就是下醋的 这个先说明 不过有些部分的甜酸汁 就没办法不下醋 除了山楂饼之外 就是茄汁 主要有色 那 咦? 下李派林 是啊 李派林 箭汁 我先说了 其实这个甜酸汁 就是粤菜来计 或者是香港的粤菜来计 其实千奇百怪 很多种组合的 那我现在做的 这三样东西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组合而已 另外 有些人加茄汁和醋 也有人加茄汁和醋 也有人加茄汁和醋 也有人 我见过 应该这么说 以前我管理的 其中一间餐厅的大厨 他喜欢用OK汁 OK汁是什么呢? 是一种经过调味的茄汁 有很多香料在里面 如果现在大家 就是我观众里面 有职业的厨师 应该都听得明白 OK汁是什么 Whatever 其实没什么所谓 关键就是 你做出来的甜酸汁 可不可以接受得到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得到 还有好不好味 OK?行不行? 那介绍完这个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个材料 是啊 那介绍主角猪扒 猪扒呢? 我说过很多次了 有些人不喜欢肥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相对地 肥瘦均匀的猪扒才好吃的 最主要就是有肥膏 筋 圈着猪扒 接着这边边 接近骨的位置 就有一点带肥膏瘦肉 中间 那些猪扒 如果越多雪花 就越好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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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样 没什么雪花 也不紧 可以接受到 通常就是这样 计划就是买猪扒 那是全售的 当然我现在这个 这个猪扒 就是大骨的 传统大骨的猪扒 但是 其实大家如果不想吃骨的话 不想算骨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超市 就买那些现在很流行的丹麦、挪威 入口的梅头扒 那些梅头扒是很漂亮的 不过就颇贵,40元只有四块而已 平均10元一块左右 而且它也是大概400克左右 那你算吧 这个相对是很便宜的 大概是...我不记得是28元一磅 20元一磅,抱歉 20元一磅 巴西急动猪扒 那你算吧,这两磅才是40元 但是先头我说的那些欧洲的毛骨 梅头扒 就40元,已经是最便宜的 通常它卖到都是50多元的 40元那些是在做特价的 都是只有400克而已 即是说它如果在做特价 80元也不够两磅 但我现在40元就买到两磅了 那大家去衡量吧,OK? 好了,首先 首先呢,我们现在在做之前 即是在洗它之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如何处理猪扒? 处理猪扒呢? 其实呢,就不一定要 是什么呢? 剁碎它的 就是剁碎它的 通常呢,如果你剁碎它的话 其实剁断了它的那些 就是... 肉纹到底是否好事呢? 我之前也解释过了 新来的观众就不知道我如何处理 这样呢? 通常呢,那些... 就是... 专业的厨房呢 就... 这样拍那块猪扒而已 大家看到呢 这样拍呢 明显那块猪扒是大了的 那我对比起还没拍之前 是大了一点的,OK? 那拍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把刀呢 一拍下去的那一下呢 就拖一拖它 那我们呢 就是... 先是... 剁开它啦 那每一块呢 都很平均啦 就带骨的 其实这样拍呢 都是... 已经是有... 可以拍松它的那个... 就是... 肉纹啦 啊 还有呢 就是可以拍松... 拍到它呢 就是... 那些肉呢 除了是肉纹松了之外呢 也都会比较是... 软身的 不过拍的时候呢 大家要小心一点 小心拍到一只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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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猪扒呢 我们腌均的时候呢 就可以... 呃... 很简单的 就不需要太过复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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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剁开它来腌呢 我们变成了呢 就可以呢 是... 呃... 相对啊 啊 容易入口好多啊 这个食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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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它乾淨一些 放好把刀之前 就一定要洗乾淨它,抹乾淨 這樣你放回去那個 即是放回去那個刀架那裏 你才有那個清潔衛生的效果 很多人就這樣用完就放回去 其實沒有意思的 你一樣是積了下來那些 那些會產生細菌 那些水,那些積 拿個篩仔 大家都看到我盡量拿完全部不鏽鋼 因為容易打理,容易清潔 稍微力乾它 然後我們就開始下味 這裏大概是兩磅 這只是一斤半而已 所以我就當一斤半去處理 這裏呢 我們醃的時候 我們就要下足調味 為什麼呢? 等一下甜酸汁 如果你的肉太淡的話 你配甜酸汁就沒有那種衝突 即是其實呢 你要做甜酸的效果 其實它有帶一點鹹 然後跟酸味的衝突 這樣我們吃出來才夠過癮的 如果你拌肉太淡就不行 所以我們就按照標準的做法 這裏是羹半鹽 然後糖就三羹 即是多一倍 然後雞粉 雞粉這裏可以是 產生除雪器的作用 一樣 跟著鹽的比例 然後如果大家 是不喜歡吃雞粉 可以不放空 沒有問題 不過我提醒大家 經常都說少油少鹽 為何要少鹽 不是因為它要少鹹 少鹽是因為它有蠟 蠟如果我們吸收過量的話 就會對我們的腎臟 就會造成一個壓力 所以我們少鹽的目的 就是少吸收蠟 所以理論上 你應該要多用些雞粉 用少些鹽 雞粉一樣鹹 但是蠟的含量 同等份量之下 雞粉的蠟 比鹽少一半 所以你完全放了雞粉 但是不放鹽 你吸收蠟的比例 只是三分之一而已 可以嗎? 所以我不太明白 有些人說 你放雞粉 等於放味精 不喜歡 我真是爭吵 這個世界有很多正確的知識 你不去學 然後就聽完 看完內容農場 乳不驚人死不休 你知道了之後 就會成功百歲 從來你長這麼大年紀 從來你都未知道 原來的原因是這樣的 原理是這樣的 那些你看到進去 進去 讓他吸引到標題之後 進去之後 其實全部都是垃圾 大家不要再誤會雞粉 如果大家真的實行 這個小油小鹽的策略 其實你只吃雞粉就可以了 不用放鹽 鹽、糖、雞粉 然後加少許胡椒 然後加酒 酒可以加薯酒 米酒 Whatever 大家隨便 手上有什麼就用什麼 總之酒就可以了 當然米酒會比較重 黃酒 就是普通的薯酒 不太重 然後加麻油 然後加少許季汁 多滴 不要多 一多肉就會酸 然後 想它比較香 我們加美極 咦? 為什麼? 調味不一樣 是啊 味道 都是挺滴 因為美極 是挺鹹的 好了 接著就OK了 接著我們就加生粉 我又不記得 沒有生粉 大概一斤 一斤就一斤 這裡薄 一斤半就一斤半 OK 好了 就完成了 就這麼多了 不需要再加了 如果你想它惹味一點 就可以加這個香茅粉 這個香茅粉 沒有問題的 這個香茅粉 都沒有了 全部加了 沒有了 是 輕輕一點 那就全部加了 就是這麼多了 沒有了 接著我們就把它攪勻 稍微加一點點水 輕輕 大家記不記得 我經常說的 那個醃肉 就要加水 加水 加水的比例 就是 牛扒 兩份牛扒 一份水 豬扒 就是豬肉 就是四份 豬肉 就是一份水 雞肉 就是八份 雞肉一份水 隨著它那個 吸水的程度不同 加水又不同 大家看到 我這裡 先做醃料 接著我們才拆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水 等等大家可以看看 最後這些水去哪裡 有一個醃肉的技巧 就是最好 就是把所有的調味料 攪勻之後 我們才放肉下去 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的肉的質感 曾經有個觀眾 就說 嘩 你的影片 只是醃肉 都十幾分鐘 有沒有搞錯 我就直接回答他 我說 你被短視頻 騙了很多年 真正你想要製作美味 其實呢 你是需要 花時間去拌東西 去醃東西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呢 因為你醃得好的話 其實你的鬆 已經成功了一半 OK 那現在呢 大家看到 我拌兩拌 就已經沒有了 我還要是沒有加 沒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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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梳打粉 那我再加點水 那 所以呢 尤其是 現在這個 京都豬扒 這樣算 喂 其實你醃好了 你已經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成功了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花時間 醃肉 怎麼醃得好呢 第一就是要吸光水 吸光水都不僅 我們還要它起膠 起膠這家東西呢 你沒有那麼長時間 它是不會有效果出來的 那 我這個醃 基本的技巧 又齋又炒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起膠呢 其實是有科學原理的 就是因為呢 那些鹽呢 本身呢 你接觸到蛋白質之後呢 那些鹽呢 是會分解蛋白質的 而分解了蛋白質之後呢 它會出一些 好像鼻涕 就是黏黏的 就是淋巴液 這樣的液體的 我們拌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 將呢 是那些 做了出來 就是 融化了的淋巴液 就是那些液體 所以呢 就要將它完全吃回 那些肉那裏 那裏 大家看到 我乾了水都繼續拌 是不是 大家看看現在的質感 是不是跟鮮頭有變化 還沒得 還沒夠 現在呢 就開始起膠了 我們呢 一定要是 又炸又炒 那它有一個 海綿的吸水效應 其實呢 用鹽呢 會是 會是 溶解這個蛋白質呢 其實這個效果呢 我們應用在很多 肉類的醃製 尤其是魚肉 大家很喜歡吃的魚滑 其實它的調味很簡單 就是胡椒粉 和鹽的 那為什麼它會這麼好吃的呢 這麼滑的呢 就是靠那些鹽呢 就是 溶解了蛋白質 然後呢 我們就攪拌到它起膠 其實呢 花 不是花 是蝦膠 其實是同一個原理 墨魚膠 也是同一個原理 那我告訴大家 我問大家 喂 你說我十幾分鐘很久嗎 你試試撻魚蛋 看看要撻多久 是不是 我希望大家 在說話發言之前 就有一點知識水平 沒有知識水平 靠你一句說話 你當眾出醜之餘 還給我利用 為什麼呢 你每發一次鹽 你就可以幫我 推高一下收視 是不是 好了,現在呢 大家看看 那些豬肉 那些肉的表面 是不是跟鮮頭呢 是很不同的 鮮頭很明顯看到是肉的 現在呢 表面大家會看到 好像有一層磚在那裡 我繼續搓它 那就令到它那個 就是那個 蛋白質溶解又進一步 然後再用力壓它 那些水又吸回了 那就達到了 它會慢慢起膠的效果 不過呢,始終豬扒有骨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好了,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差不多了 拌到差不多了 起膠了 我們就要下油 咦,下這麼多油 不是吧 因為 這個豬肉太 太過瘦了 那我們呢 就要餵一些油給它 好了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拌到它 水與膠溶了 這樣呢 那些豬扒 或者肉類呢 這樣才是好吃的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看看 表面就是這樣 現在拌到這麼乾 其實呢 就已經是 不錯的這個 什麼呢 不錯的效果 成功了第一步 看到它呢 底部還有些油在這裡 分開了 我就繼續拌它 拌到那些油呢 就是 跟那些粉 和水 混在一起 始終有骨 大家拿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不然就會慘了 手的 好了 給大家看看 現在都還沒得 我就放進冰箱 一個小時 那 當然 理論上 入味呢 就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不過呢 我跟大家說呢 要效果比較好些 放進冰箱 就是一個小時以上 最好就是 撈格東西 醃格東西 那些肉呢 就會非常之軟滑的 OK 那我洗一洗針板 那這些呢 我們是要經常做的 就不要說 哎呀 你們連這些東西給我看 如果是舊的觀眾 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們呢 切的材料就很簡單 那大家會看到呢 我切了一半才撕刀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這樣撕刀是容易一點 準確一點 我們就知道哪一層用得 哪一層不用得 有時候呢 第一層呢 我們呢 就是撕完這個刀之後呢 下面第一層呢 很多時候是不能用的 那就視乎那隻 你買回來的那隻 就是洋蔥啊 到底它的效果是怎樣呢 那不同 你買回來不同呢 可能呢 就有機會呢 就表面那層呢 就需要再拿起它 現在呢 我切這個洋蔥的方法呢 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通常中式就是這樣切的 因為呢 它帶這個零角呢 炒出來的樣子就好一點 那 那 那 很多的洋蔥 我們呢 就喜歡吃洋蔥 然後呢 就 就 放些蔥花 然後 我們起一個鍋 就是做一個甜酸汁呢 我們需要蒜蓉的 我們做完這個蒜蓉 那就可以了 就沒有東西的了 就是這麼多東西的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吃蒜蓉的話 可以放多一點 不喜歡的話 放少一點 好 就一樣 單手撕蒜頭 是我的 特技啊 不過其實也不是特技的 大家如果是 就是 做慣做熟的話呢 其實就 單手撕蒜頭呢 就 是很簡單的一回事 那我拍得不夠 什麼呢 不夠鬆呢 就做不到單手了 那 曾經有些朋友啊 問過我這些蒜頭 喂 你不用切了頭嗎 那其實呢 主要就看看它 有沒有大硬的 就是那個 硬的頭 那如果它有的話呢 我們當然要切了它 那一般來說呢 好像這些這樣呢 其實就不用的 要了它也可以的 那這樣呢 這樣呢 就一樣啦 鮮切片 再 再 集這個粒 這樣呢 我們呢 就可以做到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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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頭啊 針板呢 就很乾淨啊 千萬不要學人 懶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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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事了 你那些 即是一開始 那些蒜頭的粒 比較大的時候呢 就容易啊 彈到周圍也是 那這樣就 切片了 接著就集了 大家看到我 轉個針板 是啊 懶惹的嘛 轉個針板 那不同的角度呢 我們就可以 啊 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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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得仔細些 那大家看到呢 我那些 蒜頭 我每次做這些 很乾淨的 四周圍不會說 即是彈到周圍也是啊 好 那最後呢 當它有那麼上 小粒的時候 我們才剁它 那它也有些彈 彈到周圍也是的 但是呢 這個情況 就沒有你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樣 即是剁呢 那就拿手不成小 這蒜頭彈到周圍也是的 好 接著就切蔥 然後呢 隨便呢 隨便呢 給幾粒 兩條這樣 切點蔥花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主要呢 就是最後呢 做那個 點絕的用途 就切不斷吧 那曾經我有我的朋友問過 來 repel 為什麼你切蔥花可以 切得斷的 為什麼我切也不斷的呢 那 那其實呢 那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呢 第一個砧板平平 第二呢 就是那些刀呢 其實是不平的 那很多人就不注意 那就直上直下 一定是 这样就做得不好,就切不断了 还有我们这把刀本身是不平的 我们下刀的时候是斜落这样向前一推 斜落这样推 当然我现在这个动作就大一点 给大家看得明显了 只要是斜落向前一推 推到最后最后都是碰到针板 那就一定断的 OK? 这些小小技巧 可能有些朋友不惯说 连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要给人看 简单来说我只不过记录 我煮的过程而已 至于大家喜欢看什么 以及能否接受到呢? 这个是视乎大家的水平 你觉得自己很高级的就不用看了 跳起来看也行 你让一些喜欢看的人看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一、二、三,三样东西而已 接着再加上这个猪扒 这个猪扒呢 拌到差不多 有得它慢慢放进冰箱 大概一个小时 接着之后就可以做得了 可以拿出来 其实这个猪扒呢 很简单的 你当它是咕噜肉做就可以了 OK? 等下见 好了 大家 这些猪扒呢 就放在冰箱超过一个小时 我现在呢 其实已经是烧油了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想是 就是它不黏底的话呢 就放一些 送隔下去 放到冰箱里 那里 反转 那它有少少湿气了 所以就会是 会是什么的 会是 就是有点 辣辣声啊 然后现在呢 因为已经有190度了 所以呢 我先关一关小火先 不好意思啊 因为鲜头 就是 准备不足啊 心急啊 所以呢 就 稍为是 这个时间配合不了啊 那我现在呢 就先关小火先 如果不是呢 就太过什么了 啊 就是太过热了 那我现在呢 这些猪扒呢 醃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啊 接着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 放一些生粉下去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是 拌一拌它啊 那最好呢 其实就是用手的 啊 那用手就会好些 那但是用筷子都OK啊 那现在 下了去之后呢 那些粉呢 就会多了一些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要加这个是 乾粉啊 啊 就这样普通生粉就可以了 那不够呢 就再加多些下去 那拌均匀它 那呢 就要拌到它呢 就是所有的肉呢 基本上呢 都要碰 就是都是 蘸多些生粉啊 那 那其实呢 有些少少像呢 就是 这个 就是 有些少少像呢 就是咕噜肉 那样 那但是呢 我们呢 就不可以好像咕噜肉 那样呢 你一定要加干粉 那 那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 那些粉就现在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那 那这个时候呢 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稍微是 呃 擦擦它先 那 那我准备好 那 那可以呢 就等一会呢 就炸起身呢 就拿来 隔起些油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温度先 那 那就二百度差不多了 二百度呢 就稍高啊 最少要有一百八十度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一直呢 就是 用这个 是小火啦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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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送隔稍微隔開它的底 就變成沒有我之前的椒鹽豬扒貼底的現象 這個豬扒炸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放下去的時候豬扒就要放平一點 不要黏著一著 也不要那麼貪心 炸出來的豬扒就會比較漂亮 要維持著它接近180度 我稍微動一動它就會離鑊 然後我在這裡炸的時候 撥平豬扒有時間 撥平它就炸得比較漂亮 其實很多時候焦鹽豬扒也好 或者是京都豬扒也好 其實重點就是炸和醬汁 一個焦鹽豬扒就乾身 這個是京都豬扒就要濕了 但是無論乾還是濕 我們一定要炸的時候就要讓它炸得更漂亮 OK 待會炸第二轉 很快而已 這個豬扒就只需要炸得更漂亮 這個豬扒就只需要炸得更漂亮 我講過很多次 這些炸的食物就沒有標準時間 而是炸的 主要就是看它是否知道它會炸的 炸面的話 炸面的話其實就已經熟了 好像這塊這樣已經熟了 這塊已經炸面了 已經熟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回大火 這個時候肯定就 第二扒跌跌得更厲害 沒錯 130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回大火 不用炸到它太过金黄 因为如果太过金黄的话 就会干身 好 像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就差不多了 因为鲜头太过低温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要翻炸一下 这个池放进去 那我可以炸久一点 我放了饭格 就是饭格在下面的底 它就没有办法粘到底 那就容易 就是比较容易炸得好一点 这个也差不多了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温度多少 都是一百六十几度 那我呢 现在呢 就关一关火 关一关火 等待温度升到一百八十度以上 接近二百度 我就再拿这个下去 就翻炸一会儿 这样呢 就可以令到它漂亮一点 OK 等待见 好了 现在呢 就已经是接近二百度 接近二百度 那我再拿回去炸 那它的声音都大一点 它的温度够的话 稍微炸一会儿 再炸就会老了 OK 好 那就搞定了 好香的香茅味 好香的香茅味 想不到这样 那 因为它温度够呢 马上一下去 二十秒左右 三十秒都应该没有 立即呢 就金黄了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下去炸的时候呢 最紧要是那个温度要够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关小一点点火 因为很高温 那 尽量呢 我们下去炸的时候呢 那块肉呢 就要是平放一点 就不要让它卷在一起 啊 卷在一起 这样呢 就会炸得好一点 大家还有一样东西呢 如果油温够高的话,其实它就弹 而且我这边拌得它够干,它就不会弹水的 我现在测一下温度,边边有170度,中间169度 维持到,现在我刚刚关火 因为很容易,我用这边关火这边,小火就很容易关火 好,刚刚放下去,始终那个锅都不够大,它有少少会黏起来 我们就要弄一弄它,炸一会,但不要太多 大家会看到,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到底它什么时候熟的 即是没有一个标准时间了 通常它一浮面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呢,我看一下温度多少 跌了,那我现在又开大它 总而言之呢,不要低过150度,160度 最好就维持在接近180度的水平就好 我经常都说的,你用明火去炸东西 其实我们怎样控制温度就最重要了 如果是用电子炸炉的话,即是好像这边这个 我直接教200度就200度,180度就180度 它自己会调教,我们不用理它了 那这些呢,大家看到呢,它够熟的话呢 其实它会自己会调面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那我现在再看一下它的温度多少 那我先看看,虽然是大火 虽然是大火,但都维持在160度左右 维持在160度左右 所以,没有电子炸炉的这个电子测温窗 我觉得是很好的帮手 但是这个呢,虽然说是温度没那么高 但是呢,都比鲜头高的 所以这个呢,就不用翻炸 那现在呢,看到它金黄色呢 其实就OK的了 啊,好香啊,这个香茅猪扒 如果大家是简单一点去拌那个猪扒的话 我极度建议就是那个加香茅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翻炸的 啊,跟着之后呢 这个呢,就是新鲜炸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虽然画面呢,可能看不到分别 但是现场呢,是真的差一点 这个没那么深色的,OK? 这个呢,就是深色一点的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它很薄 就一定熟啊,放心啊 好,再来,看看先 哇,二百多度啊 那呢,我就要关小火了 那我们炸的时候,一定要摊开它来炸 那我们呢,有的时候,黏在一块 不要理它自己 煩了 那我们就先做一些小块的先 那这个呢,没有黏在一块 那这个呢,剩下的最后一个呢 那这个呢,我要 好,稍微拿把剪刀剪一剪它 好,那这个就分开了 那大家看到呢,我是不会理,不会理它的 由得它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无论是炸东西也好 这个,煎东西也好 这个,煎东西也好 其实呢,我们是不适宜 太过去干预啊 就是不适宜太过多手啊 那呢,炸东西也煎东西也好 那呢,煎东西也好 好,看看先,现在的温度啊 那这个,我整个过程来 又去回一百几度,一百五十度了 我又开始加温了 那 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人觉得呢 不需要看 但是其实呢,整个过程我炸那么多转啊 有些人呢,就只看一转 啊,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实,为什么我要整个过程给大家看呢 不是拖时间 而是,大家要看一下我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明火啊 明火炸东西也不是说就这样 就算数的啊 那呢,维持一百五十几度 一百五十几度 在开大火 那如果继续小火的话呢 它又会跌到一百二十度,一百三十度 如果跌到一百二十度的话 油温不够呢 就变了呢 你是炸东西呢 就会吸油的 那就变了你一咬下去呢 就成口油了,OK 那这个,这个薄啊 先,先放下去吧 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们先拿起先 不要给它太深色啊 那这个又薄了 那全部都可以了 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啊 我们要够温度呢 呢,才不会黏到全部都是油的 如果呢 不够温度的话呢 它就黏到周围都是 全部都是油来的 明白吗 那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呢 我常常都强调那个温度啊 它最紧要啊 好,一百二十几度了 那呢 现在我又删细它一点一点 那最后一转了 呢 就是 我们呢 用明火炸东西 和电子炸东西 炸东西 炸东西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中间 那个温度的控制呀 那电子炸呢 我们呢 就不能去到二百度的 OK 我们大概呢 就一百九十度左右 因为它自己会控制温度 但是我们如果是用明火炸东西的话 就一定要达到200度 因为我们一下去 它那个温度就会立刻马上降 但是那一刻我们不会立刻会感测到它马上降温 然后开大火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炸这么多轮都给大家看 重复又重复 重复是有些人会觉得闷的 或者觉得烦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 只有这样才知道中间的过程 到底我们做过些什么 每一次都有机会不同的 因为你不知道放多少分量 你不知道温度是多少 来到这里我就可以关机了 下一步我清理好锅 炸好之后 我就开始打个汁 其实这个菜式很简单 待会见 好了大家 洗干了一只锅 油我就处起了 因为鲜头就只是炸了一次 所以是可以用得回来 普通平时炒菜用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你这么油腻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么说 我整千道菜 有多少是有多少是炸的 都不知道有没有三十样 一千道菜 三十样是炸的 很过分吗 是不是 而且我在每一餐饭的背后 都是有菜 就是我们最重要是均衡饮食 不要吃死一样东西 那我现在呢 就跟大家讲话 其实就是在烧锅 虽然洗得很干净 很灵 很多油 油灵灵 我没有完全洗走油 但是我们都需要呢 是要是 呃 要 背后缺的 那 稍微烧一烧 那现在呢 就 关小火它 不要那么大火 那 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开始呢 我们就要炒酱了 OK 那很简单的 稍微呢 拿这个蒜蓉 稍微爆一爆起起锅 那不要让它太焦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 那大概这儿呢 就给到起码有三百ml水 啊 跟着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拆这个 山楂饼 那 那 那以前的山楂饼呢 就很够色 和很够味啊 那 那现在大家看到 那些山楂饼 全白了 但是呢 虽然它全白了 不过呢 就依然是 那么健胃啊 就是 那么开胃啊 吃到 其实呢 正式的我们中菜呢 以前呢 就没有茄汁这回事的 最多呢 就是拿番茄下去呢 就是 是 吊色啊 上色啊 那但是呢 我们主要的甜酸汁呢 不是醋 不是陈醋 就是拿山楂饼来 起的了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大部分 就是古老那一派呢 都会是用 山楂 去药材堡 买山楂自己煲水 煲完水之后呢 才用来 煮我们的汁的 就是那个糖醋汁的 但是当然 现在新一派 就没有这个回事了 那我先头都说了 喂 有些呢 就会是 加这个 OK汁啦 有些又加 加这个 茄汁啦 跟着混醋 就算了 那始终呢 就是你是有那个 哎 下了 有些纸掉了 那始终来说呢 山楂和茄汁啊 那种酸味啊 你加醋那种酸味呢 是真的 很不一样的 OK 那 最后一包啊 嗯 那有些人 都是那句啊 有些人就觉得 我很烦啊 但是我都是那句 我喜欢 就怎么样了 这个频道是我的 是不是 你听 听下故事 又没有死呢 是不是 而且也是 增加知识啊 是吧 好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开回大火 那呢 就煮滚它 那通常呢 滚两三分钟之后呢 就差不多融呢 我们就开始呢 再进一步去处理啊 反正滚了之后 三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 结果如何啦 好不好 那待会见啊 好了 那现在呢 三分钟过了 我们看一下 效果如何 看一下它融了没有啊 那 那大家见到呢 它就已经融了了啊 那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开始调味啊 那就放这个 是半匙盐啦 然后糖呢 我们放多少少 放三匙吧 半匙盐 三匙糖 接着之后呢 放茄汁 那茄汁呢 在这里呢 就主要呢 就是放这个 是 等它呢 它的色呢 就会漂亮些啊 好了 大约呢 我这里放的茄汁 我就这样倒的而已 大约呢 两汤匙左右啊 那现在开始有色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放这个 是 比较淋啦 那我放多少少 大概呢 就是 一茶匙左右 好了 现在我试一下味 先 还可以再酸一点啊 那我放多少少茄汁 那这里呢 我再放多呢 超过一汤匙啊 好 这个时候呢 它都不够酸 有什么办法呢 记不记得一下 加生抽 加生抽可以的吗 好 好 好 接着之后 都做不够啊 加完生抽 那是很深色的 没什么所谓的 其实 那再加些 叶汁下去 加多一点 加多一茶匙左右 嗯 OK了 接着之后呢 如果你想它惹味一点呢 就可以再加 少少的鸡粉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放这个 洋葱 为什么这个时候放呢 因为那些洋葱呢 煮不够熟啊 接着之后呢 我们再把芡 放下来 接着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干不干身啊 干身 一定要够温度才够干身的 接着之后放下去 哇 好多啊 是啊 把它拌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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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拌匀呢 就是把它拌匀呢 把那些汁呢 全部挂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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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的了 大家又会说 哇 你拌这么大东西 没办法啦 我们一餐 一一餐煮两餐吃 OK搞定 完成了 那我唯有拿大一点的碟 哎呀 先看一下 哇 这只碟都好像慢慢的 已经是全家里最大的碟了 那这儿呢 我就慢慢 昨晚啊 啊 有些人呢 就很不喜欢我这样的拖时间 不过我们家厨就是这样的啦 你想怎样呢 我又不需要做生意 我又不用看你面子 是吧 我喜欢做多久就多久咯 你不喜欢看就走咯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没错了 那我们呢 先关掉这个抽契 然后呢 我稍微整理一下 首先呢 大家看到呢 这个 卖相呢 唯一的就是不够红色 有很多方法加红色的 但我觉得家里呢 就没需要 最重要的味道是对的 是吧 那我稍微撕一撕洋葱先 很多洋葱 是的 我这个洋葱呢 我是当菜食的 那当然 如果做生意这样就虧死了 是吧 但是自己的话呢 就没什么所谓的 好 那稍微脏一点点呢 我们就抹抹 抹抹抹抹 那这里呢 我亦都要回应 就是有些说 哎呀 你摆盘很差啊 或者是不够专业啊 首先呢 我很多谢那些专业的朋友 走来指点啦 但是我也是那句 就是 我不是专业 我是家厨的而已 手中的呢 我就要是 就是要是好味啊 如果我煮得不好味的话 我摆得多漂亮都没用的 好 这些呢 骚髒的 即是碟边呢 真的不是很好看的 可以的就是做一下 那 那变了呢 就是说 很多人说 哎呀 你摆盘不漂亮啊 但是我想说的一样东西呢 即是 除了我们家厨 不需要摆得这么漂亮之外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 摆盘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给大家看 不要说我不够专业 是需要时间的 至于你说 喂 不是啊 人家酒楼那些呢 摆得很漂亮啊 挑了花 摆了花 又成为 大家知不知道呢 每个大厨后面有个打磕位的 那那个打磕位 就专门负责什么呢 未炒东西就负责执板 炒好了呢 就负责执板 啊 这些呢 就是他卖不了锅的 但是呢 第一时间呢 他就学摆盘了 那就说了这么多废话了 终于执完了 那呢 这个是 京都排骨 不是京都猪扒 那首先有几样东西的 第一 猪扒呢 我们呢 其实呢 就应该这么说 他是糖醋排骨的一种 或者是糖醋猪扒的一种 不过呢 不知为什么 我们香港 首先我没有追究 香港很多茶餐厅 就叫这个做是京都肉扒 或者是京都猪扒 不知为什么呢 那呢 通常的做法呢 基本上 就一定是 咕噜肉汁啊 中式牛柳汁啊 和这个汁呢 一起用的 OK 那这个汁呢 主要呢 就是如果你说够一点 就自己煮这个山楂水 跟着之后呢 就下蒜蓉 继续煮 煮到这些蒜蓉 融了 跟山楂出了味 跟着之后呢 再加蒜蓉 跟着之后呢 就撩起了那些山楂 跟着之后 慢慢调味 慢慢加色 那有些朋友呢 就会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会加茄汁 茄膏 和醋 那我今天呢 我特别强调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醋的 就是白醋那种醋 反而是茄汁那种醋 我就能接受到的 而且呢 茄汁来说呢 它是香很多的 所以呢 大家会看到 我茄汁也不是加很多 加上也不够三茶匙 但是呢 茄汁那里呢 我就加多一点的 大概是四 四汤匙左右 那可能都不够酸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想 更酸一点的话 那当然可以加醋 或者加多一点的茄汁 那但是呢 我自己呢 就不喜欢太过酸的 但是基本上 那糖醋汁呢 就是先跟我说 这样去做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 你拌肉拌得好 其实你的菜 已经成功了一半 OK?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忘记了 加葱了 是 那变成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呢 就比较花时间 在醃肉那方面的 那如果大家 跟着我做过的话 大家都知道的了 这个肉呢 我醃得好的时候 是比较花时间 但是同时间也很好吃的 大家说是不是 是不是和大家呢 平时拌的肉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滑很多 是不是 那 中间呢 其实是有科学的原理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 我特别强调 一定要起胶呢 或者是专业厨房叫做救生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中间有一个化学的过程 我们加了盐下去 其实那些盐是会破坏 这个是蛋白质的 肉是蛋白质 那它蛋白质就是会见水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盐 放下去会脱水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可以是 使得那些肉类会出水的 但是那些水呢 就不是纯粹的水 它是因为 溶解了那些蛋白质 然后变成水的 可以吗 然后我拌的过程里 我不单止要加水 我还要将这些 它流出来的汁液 再是喂回到那些肉身的 于是乎 就形成了一种起胶的状态 然后这样 我们的肉才会是乱滑的 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不断强调 也都是 如果我有一段五十分钟的鞭 至少有二十多分钟 在前面拌肉的过程 然后可能十分钟煮 然后十分钟解说 就是诸如此类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我的模式是这样 我不是想拖时间 我是想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要令大家去理解 这个化学过程 到底中间 我们在肉眼上 我们会看到什么的变化 我常常都拖着拖着 就让大家看看它的质量 对不对 或者我一段说话的时候 其实大家听我说话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看着 那些肉是怎么一回事的变化 OK?行不行? 好了 那其实呢 无论是支援猪排也好 或者是现在这个 我做这个京都猪排也好 就一定是炸的 那但是炸呢 有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是 就这样 什么都不想 就是拌完就下去炸 我告诉你 你的锅就不用了 你才有锅 那有什么办法 令到它炸起来 会更漂亮呢? 就是要 什么呢? 就是要上粉 其实整个过程 这个炸的过程 就有些类似咕噜肉 但是咕噜肉 我们是要起漿的 就是加漿 粉漿 但是炸猪排 我们不可以加粉漿 因为如果加了粉漿之后呢 我们就看不到 那个猪排里面的质量 大家看到呢 除了表面 大家看到有少少粉之外 其实基本上 都还可以看到 猪排的肉纹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普通炸猪排 和炸咕噜肉的分别 为什么我要上干粉 而不是湿粉的原因 OK 那当然 我这里可能粉更多 大家如果拌得够干的话 就不需要加这么多粉 可以吗? 好了 你炸好之后 炸的过程 大家要留意温度 永远都是 下锅那一下 就是炸那一下 一定要超过180度 就是 专业厨房经常说的 六成油温 就是这里 可以吗? 我也经常说的 其实炸东西最好的温度 就是180度至200度之间 如果你超过200度 它就很快焦了 如果你是低过180度 譬如说 是去到150度 以下呢 它就温温吞吞吞 炸它不熟 又炸它不脆 你就唯有拖长时间 你拖长时间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肉身就老了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如果油温是低过120度 的话 变成你不是炸 它不会逼出油 而是什么 倒回来 那些猪扒 就会吸油 当然炸豆腐 另一件事 炸豆腐 就要120度 否则就很快焦了 各种炸法不一样 炸肉的话 一定是180度至200度 可以吗? 那就记住了 如果万一大家觉得油温不够高 你就马上 你宁愿拿起它 好像我第一转炸豬扒那样 你拿起它 再提升温度 去到接近200度 我再放下去再炸过 这样你有机会去补救 如果你持续低过150度 好像先头第一转的时候 130-140度 那些炸豬扒出来 就不漂亮的 会炸得粗糙的 不够乱滑的 可以吗? 那就记住了 接着我再说回汁 炸了豬扒 炸好油之后 是不应该有油的 然后我们就炸汁 其实炸汁也是很简单的 中间有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先放洋葱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让洋葱 接近熟的状态上碟 如果你放了豬扒 才放洋葱 既是那些汁没有洋葱味 同时也会令到豬扒会淋 那是否前功尽废 是不是? 所以大家会看到 我是打完芡 再放洋葱 我炒几炒 炒到那些汁差不多干 我才放豬扒下去 最后我只需要 有部分的汁 就 挂到那些豬扒就完了 不要炒太久 即是说我们的汁 尽量接近干的情况之下 才放豬扒下去 快炒 拌均匀 这样就完成了 每一块豬扒都碰到糖醋汁 碰到甜酸汁 于是整个菜 有豬扒、炸豬扒 应该有的香味 应该有的口感 然后挂了甜酸汁 这样就开胃了 我现在先试一下 首先我试一下这个洋葱 我这样做的够不够熟 刚刚好? 洋葱其实很快熟 你炒起来炒 现在呢 刚刚大了 洋葱就去到九成至一百块熟 部分一百 部分九成 我吃下去 有洋葱 应有的口感 大家应该听到 同时间呢 它小小的微身 这个时候的洋葱 是最好吃的 OK? 接着 我夹块豬扒 大家看到呢 不是全部都挂了汁 但是很干身的 豬扒很腍 很好吃 本身豬扒很腍 本身豬扒很腍 在拌的时候 要大家 这个很腍 对 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腍呢 除了我这么花时间去拌的之外 另外我放在冰箱 记得是放在冰箱 超过一个小时 它在低温的状态之下 它会进一步发挥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经常叫大家 拌的时候 豬扒就这样正常的拌 不要太好 不要太好 为什么呢 它现在呢 刚刚好呢 那种咸味 我吃过豬扒有咸味嘛 它表面那种 微甜 微酸 直下来呢 它和那个豬扒的咸度呢 就很夹的 很好吃饭 中酒都一流 那当然 如果大家说 不是我这个 我接受不了 那么腍 没问题 我先头那里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腌肉调味呢 那个方法 160分比1 即是说 一斤 即是600克来计 我们放3.75克的盐 那如果 你说 不是哦 我不想太慢 那你就 落三分二咯 是吧 那三分二 就是大概 就是2.5克左右 OK 每一斤 每600克 就落2.5克盐 行不行 记住了 那还有呢 如果大家想腌的过程当中 想这个豬扒更加香 其实呢 我真是非常建议 大家呢 下这个是香茅粉 大家才能看到我下 那如果我下香茅粉 我是不是一定要香茅味呢 又不是哦 我现在其实呢 我吃的 不是很出的 就是香茅味 但是整体的豬扒 因为我下了这个香茅下去呢 那个香气呢 就提升了很多了 给你单纯就这样 鹽糖 这个胡椒 去酒去腌呢 差很远的 大家不妨试一下 这个呢 既可以呢 是令到它那个香气更加香之外呢 亦都可以呢 是当你如果下了梳打粉的时候呢 它跟梳打粉呢 会产生一个更加好的法学作用 不过 梳打粉 这一次我就没有下 如果大家喜欢下的话呢 梳打粉应该下多少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如果要下的话呢 记住 是减半分量 这样呢 我们这个猪扒 这个菜式呢 就会吃不到这个 梳打粉味 但是会令到这个肉呢 肉质更加淋滑的 但是呢 都要经过一个过程 就是要放入冰箱 等它的化学作用呢 会更加显著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 整好之后呢 到最后 上盘 放几粒葱花 搞定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说就是困难 但是其实做的很简单 希望大家喜欢 OK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